玉阳君在此 谁敢一战 玉阳君果然气场惊人 本世子府上正好有一位高手 愿与玉阳君切磋一番 无名之辈也妄图与玉阳君一战 我看还是清衡世子亲自上吧 世界纷繁复杂 但归根结底只有两种人 承认我实力的人 和没有见过我的 这声音 只是回来 使得 Either 儿 从船上 得到 struggle 际人 离这人 快救了 快救了 玉阳俊 好好教训教训 这个狂妄的小子 慢着 我封仓国玉清落 愿替玉阳君与这位公子一战 也好 既然青衡世子 不愿亲自下场与本君切磋 本君只好让属下代劳 看他这幽怨的眼神 不会是来向我讨情债的吧 下去吧 玉阳君才是我的对手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认错人了 有公子不与女子动手 我玉清落 此生都不会再对你放手 这句话 是不是在哪儿听过 玉清落 既然你已落入我的手心 我叶修毒此生 都不会再放手了 想起我了吗 上官世子 我看这二人不似在比武 倒像是在调情啊 我确实不认识姑娘 姑娘若再苦苦相逼 我可不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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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不肯认我 你若不肯认我 便杀了我了 你若不肯认我 便杀了我了 你若不肯认我 你若不肯认我 你也别瞎了 我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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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走 我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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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我快走 你走 你走 我快走 混蛋 我们找了他那么久 他竟然跟别的女人 这般亲近 他眼里还有没有 于清洛这个未婚妻了 大哥绝非这样的人 许是因为 行事所迫 他可以隐瞒自己的身份啊 又或者是 掉落了悬崖之后 像大嫂之前一样 丢失了记忆 现在呢 还不能妄下结论 今日人多眼杂 就算他有苦衷 也没有机会开口 不如 单独找他出来 一探究竟 不如我们把夜修毒引出来 问个明白 回郡主 这位公子 患的是极月寒金的晕血症 老夫一说不经 无法医治 晕血症 想不到像我如此完美之人 有弱点 看来此人 无法在四国大赛中发挥作用 哥哥 师父的实力 我们有目共睹的 实力固然是很重要 但四国大赛危机四伏 决定成败的 往往不是一人之长 而是一人之短 若人人都像如今夜修毒那样对付他 他反而 只是个累赘 可是 宁儿 你有没有想过 为何在封仓国 人人都知道他的弱点 他的真实身份 你真的清楚吗 哥哥 你想啊 师父乃是封仓国赫赫有名的逍遥公子 这行侠仗义之时 定是得罪了不少萧小之辈 这才将弱点暴露了 我觉得封仓国的人知道 这也不奇怪哪 可现如今 这一切都只是猜测 非约 即刻命人去封仓国打听此人 我要他的一切资料 是 世子 师父 你醒来啊 感觉怎么样 无妨 事到如今 为师就不瞒你了 当年为师行侠仗义之时 得罪了不少江湖败来 被人下毒暗算 不幸患上蓝暈血症 并在封仓国大肆宣扬 自此 这晕血症 就变成了为师唯一的弱点 师父 你不是失忆了吗 为师刚才晕倒之前 偶然 想起了这么一点点的片段 那个玉清洛实在是太卑鄙了 明明不是师父的敌手 却有如此下作的手段 若日后有机会 你二一定要为师父报仇 有刺客 站住 下来 有刺客 也有刺客 是吗 谢谢 我 帅哥 你究竟想怎么样 这里又没有别人 你也不必有所隐瞒 是吗 姑娘若是有怨气 便冲我放马过来 不必叫他们躲躲藏藏 好像被叶修毒发现了 我们要出去吗 伤完物造 再等等看 想什么呢 这场面好像似曾相识 叶修毒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我 青鹿 我既已下定决心重新开始 便要彻底诊断过往情人 还是让他断了念想了 这样对他也好 往事休要再提 我早已不是过去的我了 忘了我吧 这叶修毒 怎么一副自鸣不凡的嘴脸 自鸣不凡 没错 就是自鸣不凡 我这辈子缠定你了 虽然我亏欠的很多 但我能做的便是从你的世界里彻底优势 你能不能稳重一点 我告诉你 我们之间最好的结局 便是相望于江湖 有人来了 主人 此地不宜久留 主人 走吧 走吧 主人 快走吧 主人 师父 此刻在哪儿呢 不必追了 师父 你没事吧 只要不针对为师的唯一弱点 这世上还没人能伤得了我 吃了 吃了